来广州大家都说要吃鸡 但是很多来广州密室的朋友不知道 广州街坊入东的仪式感 是吃一锅养奶包 你要试问广州人吃鸡哪一家好吃 会得到无数个答案 说到吃养奶包 答案是惊人的一致 这家店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受惧想往的工作制度 就营业扮演歇业扮演 敢开半年歇半年的店能不好吃吗 走跟我一起去吃吃看吧 三个铺面 两层骑楼 一条巷子 全都是人 店名相当潇洒 叫百家熟食店 听起来跟市场里卖酱肘子差不多 太香了 你能想象这么多人一起吃养奶包的香味吗 咱们赶紧进去吧 羊包有秘制羊肉包和金牌羊腩包两种 推荐你直接点金牌羊腩包 羊腩先经过了炒制 已经半熟入味了 然后在大砂锅里慢慢炖软 价格虽然不低 但它用料是很好的 都是羊肉界学霸级的优等生 快快都是带皮五花 肉质 脂 脂肪 胶质 配品很完美 这GPA得有4吧 说实话现在有点紧张 因为我的GPA只有 粘料一叠三样 甜口的有面屎酱 咸口的有腐乳酱 鲜辣的有辣椒酱 每种都能激发出羊肉不一样的鲜美 羊腩正好是一口大小的 塞进嘴里 肉质飞溅 此时的老丸子 三分吃笑 三分迷醉 四分性化怒发 砂锅刚煮开的时候 羊腩肉质扎实 羊皮Q弹爽口 配上竹软的青蒜苗一起吃 蒜苗的甜辣味是相当解腻的 至吃羊腩包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配菜时间 炸腐煮肯定是必点的 推进锅里 吸满香浓的羊汤 趁着烫嘴的时候 C66就吃完了 皮老师最喜欢在锅里放山药 煮完之后 油甜转香 口感是外分里脆 你想不想试试 这盘牛百叶 是这家店少见的非羊肉类食材 下锅涮个十秒就可以了 汤汁味道够重 不用沾酱就足够好吃了 羊腩锅涮青菜 我是西洋菜的尾粉 其他青菜都是异端 不符的跟我兑现 这个浓汤肯定要摔点鲜羊肉 这里的涮肉切成厚片 抹上一层油 做了一些嫩滑的处理 用西洋菜围住 煮一会儿 夹起来刚好是饱满的一口 柔软多汁 口感就像包仔饭上的嫩牛肉 切条炸过的芋头 推进锅里煮一煮 表皮有点韧紧 内心是粉甜粉甜的 真的一流 吃到下半场 加了一点新的炭火 加了一点新的汤汁 羊腩包的第三阶段来咯 羊腩在高温下 连皮带肉全部煮软 筷子夹起来整块肉会下垂 皮肉脂肪正好在弱肌肉里的状态 炭火 砂锅 羊腩 河里打造出这绝美的一口 吃过你就忘不了 每年冬天你都会想起它 从小学一年级我就知道 吃羊腩包一定要用一样珍贵的食物收尾 它就是 下次冬天去广州 记得去吃羊腩包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要是还有空投币 转发收藏 那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是老丸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晚安